各位好,这是点亮全球系列的第二期 那文道呢做了大幅的调整 主要是为了方便各位做出抉择 那么这里添加了减评,天梯,延迟,还有解锁字段 减评字段就是我自己实际使用情况的描述 然后天梯这边呢有两个项目 第一个是速度天梯 虽然哥家的线路可能一样 但是速度上还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会在网高峰的时候进行单线程的测速 那么待会儿呢,每家测评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看一下当时录制的测速视频 还有一些响应和丢包的情况 那第二项呢是机感天梯 那即使我希望文档里面个人主观感受的东西少一点 所谓萝卜青菜客有所爱嘛 但是一些刚接触VPS的小伙伴还是会有些迷茫 开车都差不多,不知道选哪个 所以我这边还是加了这个天梯啊,请供各位参考 然后延迟这段分别是上海电信,上海移动,上海联通 到VPS一整天的延迟情况 那么各位可以随时查看 再也不需要我手动的去揭探针的图了,非常的方便 最后一个是解锁资本 那很多小伙伴对IP本身的质量有很高要求 所以我这边拿了龙和怪的脚本测试 各位可以参考 那需要注意的是啊,随着时间的变化 这些解锁项也会不一样 我这个时间点去测试的结果 和你买了之后测试的结果未必相同 而且同一个规格不同IP段的解锁也可能不同的 这点还需要大家注意 接下来和第一期一样 我会按照顺序对每家进行测评 一个是补网高分测速这一块 以及一些新鲜的思想可以让大家吃瓜的那种 当然还有一些新商家或者我新购买的VPS 讲讲我个人的实际使用感受 第一家Echo,这家主打解锁 那么我买了台湾还有日本 这两台机器都是普通的泄露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颜值 台湾这台很明显 移动是没有办法直连使用了 电信和连通的话勉勉强强 然后看一下日本这台 这台的话连通还好 其他两家就没得玩了 然后他们最近出了一款JP Polo的产品 是三网直连 实际用下来单线程下载波动较大 从几兆到十兆左右 上传的后我测试那天非常糟糕 只有150个左右 然后高峰期吊包在8% 对于我来说这其实不太可用 但是现在价格实惠解锁多 AKKO这家上期有讲过 它的延迟还是非常的稳定的 晚高峰时才单线程下载 稳定在20兆 你们上传也基本可以达到 我100兆Mbps上行的上限 你们待会儿也可以看到 150片它是零丢包 总的来说是一台非常实惠的机器 接下来是Beige 这是一个新商家 主机性能强劲 性价比非常高 流量也给的非常的多 而且它的IP是新的 解锁相当的环利 我买的是11到每月的最高配版本 主要想用来放一些服务 如果稳定的话 我打算把站点和其他一些东西都放上去 但是我买好第二天 它就来了一个下马威 晚上它就当机了 原因据说是运维重启错机器了 非常低级的错误 但是作为一个新商家还能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选择原谅它 那么让我们等待时间的考验吧 来说一下网工 网工最近几个月 自49到这一款一直有补货 那么体验呢 其实有些下降了 相信一直用DC6 还有DC9的小伙伴 是深入感触的 那么实际测试下来 DC6高分机下载单线程稳定在20兆 上传也能到我百兆的上行满速 那网络呢 也稳定没有丢包 但是DC9就不要糟糕了 单线程下载只有2到3兆 上传也十分的不稳定 然后说一下Plan 跟我预计的一样 现在已经拉直 电信区全CR 但是你看它现在的响应情况 非常的不稳定 虽然口子啊 即便不稳定的情况下 单线程下载也能到50兆 而稳定的时候更是能到70兆 但是相对速度而言 我更看重稳定性 我讨厌那种忽上忽下的感觉 如果它一直这样的话 我明天可能就考虑不去费了 然后还有一个 待会儿可能会忽略的 就是网工的日本软衣机房 它最近的表现十分不错 单线程下载能到60兆左右 上传也能达到我带宽的上限 反正一个机房 你用起来不行 那就换一个呗 网工可换机房的优势 确实无与伦比 BestVM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他们老板呢 把香港的优化线路IP都卖完了 最近也没有补货 不过我已经做了一个监控 到时候监控到补货的话 我会及时在群里面 add各位 但是估计你看到的时候也没有了 因为它每次放货的量都很少 然后BB这家我是出于猎奇的心态去买的 买了这个LXC的 那么它是一个龙器 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虚拟机 那目前使用下来呢 除了不能滴滴系统 更换内核之外 其他感受也还行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DMIT 那么在上个月呢 维多利亚补货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及时购买到 其实一开始 他们新售的这一批是有问题的 线路去存走的是主管 而不是CN2 那么我一开始部署服务的时候 是感觉到异样的 但是没有太注意 直到我录制视频测速的时候 才发现他们的路由是不对的 我当时测速的时候 下载是满速 上传也是满速 这没问题 但是我上传的时候 它竟然掉包了 一查发现路由不对 好在两天后 他们把这个问题处理掉了 那现在双程都是CN2 不过最近他们网卡 似乎有些问题 一直在更换修复 体验可能会有所下降 然后来说一下日本 大家其实都在等日本挂来修复 然后路由恢复正常 接着DMIT补货 然后买一波 但是事与愿违 虽然海底光蓝修复好了 但是路由始终没有回去 应该是能到30-35毫秒的响应 但是它一直在70毫秒 当然整个线路是非常稳定的 上传和下载随时满速 这是我用过的最好的日本线路 没有之一 但是路由始终有些遗憾 不晓得什么时候恢复 那么我们也只能等待了 接下来是狗云 这是全有推荐的 我一开始没有购买 因为狗云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有点不正经 我有意避开了它 不过实际用下来还挺香的 单线程的下载和上传都能满速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 它是BGPU化的 线路并不保证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响应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什么问题 我们稍微拉一下时间条 看这两块 这明显是掉路由了对吧 但是人家掉路由它是瞬间的 但它这每次一掉都是掉几分钟 所以你对线路的稳定性要求非常高 那就要谨慎考虑一下 Ghost也算是新专家 用了优惠券之后 它的价格每月只有2.99到 算是十分优惠 它的回程有点特别是4837 那么整体的延迟会高几毫秒 这倒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它经常会断流 比如说它这边往下走的 基本上就是断掉的 然后最近这几天好像也不是特别稳定 然后往高分的时候也无法达到100Mbps的分值 总的来说体验一般预算有限的话可以考虑 Just Go这边主要是补一张显影图 它的显影总的来说还是较为平稳的 然后高分期的时候速度还行 单线程下载有20Mbps 上传也可以满速 然后CAMERA就有点小故事了 我当时冲着是三网直的线路去购买的 然后当天晚上看了一下单线程的速度 随后机器又试连了 发工单回复说是机器遭到了DDOS攻击 直接关小黑屋了 后来才知道是乌龙 那么受到攻击的日诊是之前的 然后又把我机给开了 这倒还好其实我能理解 就是你是手动操作的嘛 难免会出错 但是后面两天因为遭受攻击 它直接拔线了 这一拔就是半个月 然后这两株拉纸 但是只有电信是直的 像连同我们就不说它了 但是移动的话你看它55秒的响应 肯定也是落路了对吧 那也就是说从购买到现在 使用感受就很一般了 不过它的速度呢还可以 在拔线的情况下也能有40兆 然后现在电信已经直了嘛 速度能到80兆左右 那如果你只要电信直 然后对速度有要求 那还是可以考虑的 接下来的是LISA 那他们家的特色主要是解锁和驻扎IP 那台湾这i机器呢是可以直量的 我用起来还可以 但是我也没有用几天都租给圈勇了 懂得我机器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说你有一些TK的 一些运营的需求什么的 那么可以试试看这家 然后下面RN这家呢 主打实惠啊都是普通泄露 其实我并不需要这台机器啊 只是去年黑五的时候 他们一波波的现实秒杀火短 非常的热闹 然后我就跟风买了一台 这只是RFC也就是花卷 那么我了解的花卷是听说 王思聪买了他们家一条专线啊 但是我迟迟没有购买啊 主要是因为他们家的VPS 坏业务给我感觉不是很上心 比如说前些日子 域没忘记续费 导致整个网站访问不了 然后首页万年不变啊 这个9.95刀的价格 点进去 结果是涨价了的15刀 那包括前两天官方当机几小时 也没有任何说明之类的 不过我最近买了几台 UserCrow的预购机之后呢 就没机器玩了 所以我还是买了一台 那线路确实可以啊 就我500MB的口子啊 竟然能跑到90兆每秒 那响应呢也非常非常的稳定 不过他们家的Jinks线路啊 有一点特殊 就是上海这边出口 并不是直连香港的 而是会唠一下 比如说到广州 所以会慢个两三秒 那这点是利好 非上海地区的用户的 因为很多CMI的优化线路啊 它是从上海这边出口的 也就是说 你用的话 你需要唠上海一下 那么像他这个 直接从广州出去的话 有可能你买来的话 响应啊什么的 体验会更好一些 那么大家自己实际买来 试一下才知道了 然后SALON这边 现在没什么花头了 就是该拔线的都拔了 不知道他们老板这边 后续怎么个操作法 然后重点来了 这个TOTO 那这家和VAMSHELL是一家 随去VPS圈子的老铁们都知道 这家的口碑不是很好 但是你知道我这种猎奇心态的 促使我去买了他们家的产品 当时规格里面说 国际500MBPS 国内100兆MBPS 但实际用下来 国内单身群只有200KB左右 然后他们产品名字有个website 那么我当时买来 想如果稳定的话 我打算把站点给放上去 但是小几百K的速度 那真的是没法用了 然后过了几天 就机器直接失联 一看发现他们老板 打算把机器移到新加坡 那其实也行 我就把它当个普通泄露机呗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就是我能上面板开机 但是外网完全没有办法去访问 也就是说这台机器从买来到现在 押工就没有一天能用的 那么这个分配果然是名副起始 然后同样买了 这台机器的小伙伴炸了 又把老板给胡话论坛了 那么各位有兴趣的话 直接点这个链接 去自行查看就行 接下来是UserCore的 那么这家我一开始是买的台湾Lite IP还可以 但是要注意他们家不实名的话 这几个端口 你是没有办法去使用的 后来他们家弄了预设 就是三网直连的优化线路 我这三台也直接跟进了 那么在预估的时候说的是三网组干几连 但是快要开机的时候 老板说线路升级为CNRGRA 这就意味着这个价格能买到双层CNR的话 他这个套餐就妥妥的是个传家宝了 对吧 然后这两天在群友们的千呼万话下 香港终于开机了 不过和老板说的有点不同 目前移动是值的 我们来看一下移动 这个可以忽略掉 非常的值 但是我们的电信和联通 他就有点曲折了 特别是电信 他去存是那个NTT烙日 不过测试了一下 电信回存确实是CNR 那么目前的路由还在调整中 当然有一些小伙伴已经等不及了 开始申请推款 老板也是非常的无奈 要等上游处理 那么想想隔壁VPC三网优化 联通从过年到现在还没过百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老板一定的时间 10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也行 但是再长的话我就觉得有问题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速度 从结果来看非常明显 它是现实在了100Mbps 至于这是老板故意这样做的 还是线路问题导致的 我就不去猜测了 反正线路没有值 口子再大也没有意义 目前30%的掉包也不好用 总结一下来说就是未来可期了 当然我是希望它值的 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传教宝了 对吧 接下来是VPS 然后新加坡的话到现在还会开售 从年前开始预定 然后我现在录制这个视频是3月31号 想必预估的小伙伴们都有点急了 然后在这两个月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 不知道是被攻击呢 还是线路调整 有整整两个礼拜 他们家的拳头产品 圣核赛都无法使用 而且日本和香港分别也有几天是这样的 不过官方并未对此做任何的解释 或者补偿 虽然它稳定的时候挺好的 看颜值几个优化的地区 担心速度也能在20兆 然后圣核赛的话更可以到30兆 但是很显了 我们不能把重要的又放上去 不然一两个礼拜不能访问 估计就凉凉了 对吧 另外在上周有国外网网友 把他们母公司 Xtom的CTO挂上网了 说是太多恶劣 那么详细的挂 大家可以点我文档上这个链接去查看 然后这里的V5.NET 还有VMRSS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大家根据自己情况去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VM Shell 这个VM Shell和上面的TOTO是同一家 这个产品当时是三周年庆 直接对折36刀 带宽也加到了1.2T 单线程测试速度直接突破天价 你要知道我这边是400Mbps 但实际上我测得的结果有90兆 我当时不相信 后来多测几次也是同样的结果 要不是老板给这批机器分配了最烂的IP 而且一测速就黑洞 这台机器甚至有当传家宝的潜质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老板口碑较差 那么机器打架都没什么能买 后来又卖了两次 那甚至这两周又开了一次三周年庆 然后说这次才是真正的三周年 真是妙不可言 我有这家之前提到过 续费加贷宽和流量 非常有特色 这次活动续费直接多了一个IP 所以我一下子搞了两年 目前测试下来 单线程速度没有到400兆Mbps的满速 但是看它39兆每秒的速度 感觉它好像并不是除以8的 而是除以10的 然后经过我最近测试 发现路站流量持续满速的话 会被关小黑屋两分钟 那么我不清楚这是它一直的做法 还是这两天被攻击临时起的策略 那么这台机器似乎特别适合 把我的网站挂上去 被攻击了黑洞两分钟 不至于我的流量被消耗对吧 然后过了不久之后可以继续访问 然后因为有两个IP 我也可以随时的去切换 不过我感觉最后还是得弄一个高防的机器 这才是正经的做法 然后下面这家Vortex 第一期我讲了付费之后 账单状态没有改变 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帮我处理好了 然后这个月我发现 它最低的五元套餐没有了 现在起步要10美元 然后流量是增加到了2T 但是有多少人能用到2T呢 所以它现在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性价比了 当然原来五多买的倒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然后到VPC这家 那么我觉得他们老板比较懂得用户心理 很多用户流量其实用的不多 那么更关注稳定性 然后他们家前不久推出了一个低价款的香港产品 而它这200兆的口子也正而匹配 150兆MBPS的单线程速率 本来150兆MBPS单线程的速度算是劣势 但是放在这个套餐上面却是完美的契合 然后前两天呢又新出了荷兰的优化线路 不过跟我预料的差不多很难卖 限量50台到现在就卖了20多台 同样有荷兰优化线路的 还有上面提到的VPS那家 因为用的能少非常稳定 如果你对延迟不是那么在意 想要实惠和稳定 那么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这两天出了一个事情 就是他们家用的面板插件是有漏洞的 然后被勒索了 其实不止他们家 据我耍杂应该一共有十几家板 但是老板呢也是直言不坏 直接就发公告 表示确实被勒索了 而且交了保护费 那么他并没有编个理由来忽悠用户 或者说直接闷不吭声 这点我比较喜欢 接下来是YXVM 那么这家的话 我感觉跟上面的沙龙 它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可能产品甚至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他们换了一个名称 换了一个地方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那么他在这个月的话 出了一个混合产品 它的去存是CNR 然后回尘是竹竿之间 那么我当时买了 看了一下 可能是因为他当时 刚出用的人比较多 那么因为回尘是竹竿的话 我会有明显的掉包 所以我感觉使用起来一般 然后目前看起来 五刀每月的这个价格 是非常实惠的 然后来说一下栽焦 那么这家 我之前也记得我性价比不错 那最近呢 又推出了两款廉价的产品 比如这款9.9刀的 还有一个大盘机呢 不在我这个列表上 机器很实惠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超速的问题 影响了使用体验 那么像我这样买个VPS 纯粹放的收藏吃灰的 是很受商家欢迎的 但是毕竟是少数啊 那么多数用户呢 是图你实惠 然后买了使用的 然后商家这边呢 要控制流量和带宽 用户呢 又想误进其让 就产生了矛盾 不过ZGO的老板退款 也算爽快 所以你买了之后 可以测试一下 再决定是否保留还是退款 然后接近尾声了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WaWa 这个呢 也是我猎奇心来去买的 然后我进去之后 折腾了两小时 都没有进入系统 我发现它面板的操作 和后台系统 它们之间的关联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 我重置密码之后 根本就不起作用 后来没办法 我去发工单了 那么第二天晚上回顾多 让我装CentOS 其实我CentOS都不知道装几遍了 不管是7还是8我都装了 就是连不上机器 那么最关键的就是 我重装了之后 它的IPv6根本就拼不通的 然后这台机器就一直是连到现在 那么我后面供单 反正老板也没回复 不过也就20块一年 无所谓让它去了 OK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这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大家不要吝啬 一定要一键三连 然后如果你想讨论VPS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交我的群 好就这样 各位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